大家好 歡迎收看大男人小廚房 今天跟大家分享國民美食三杯雞 材料請參考 首先呢 我們來開火起油鍋 下麻油 接著呢我們冷鍋冷油 放入薑片 用小火 或慢火 來憋香 大概一兩分鐘後呢 就有薑的香味就出來了 那這個時候我們就把雞肉放進去 接下來呢 我們要做一個快速的翻炒一下 目的是讓所有的食材 這雞肉都能吃到麻油 翻炒完後我們再來會 開始 靜置乾煎 大概乾煎了三四分鐘後 我們來檢查雞肉表面 唉唷 這雞肉煎得真是恰恰 恰恰 焦黃 表面焦黃 口感非常好 接著我們來下蒜頭 乾辣椒 然後 醋蠔油 醋蠔油 接著呢 我們這個 五角 麥芽 麥芽糖 大部分的材料都進來之後呢 我們做一個快速的攪拌 攪動 目的就是讓所有的醬料呢 加以混合 混合之後呢 我們試一下口味 鹹淡度 OK的話就可以 加上酒 淋著鍋邊 淋一下 接著趕快蓋緊鍋蓋 我們現在進行燜滷的動作 時間是五分鐘 這中間經過兩分半的時候 大概掀起鍋蓋 翻炒一下 避免這個食材有棉鍋燒焦 好 五分鐘到了 接著我們起鍋 哇塞 滿滿滿滿滿的這個三杯雞的這個香味 撲鼻兒啦 好 我們再來 接著 把它翻炒 然後 讓這個雞肉呢 能繼續收縮 吸滿這個湯汁 然後 另外一方面呢 我們做這個收汁的動作 來我們來檢查肉熟的程度 剪一塊 我們用筷子按壓 這個 肉質變硬 代表這個雞肉熟透了 實在太誘人了 不好意思啊我偷咬了一口 味道實在真是棒極了啦 哎呦喂啊 最後我們把這個九層塔 關火 利用它的餘溫 來把這個 九層塔嗆出它的香氣 最後我們就來起鍋囉 哎呦喂啊 人家啊 逆砍砍逆砍 這個油油亮亮 閃閃動人的三杯雞 塔香 麻油香 雞肉香 不管給老公給小朋友 吃中餐 帶便當 吃晚餐 不正吃到 扛扛扛 看到這裡 兩道秘技 分享 人家啊 自己看 秘技 自己偷偷學 不要太大聲告訴別人喔 各位觀眾 看到這裡 拍片不容易 麻煩幫我按讚 訂閱 加分享 開啟小鈴鐺 保證你的嫁好人 訂閱大男人 幸福全家人 感謝您收看